奉聖父聖子 聖灵的名 阿门 请坐 今天是第一堂 讲关于旧约 如何看我们做一个 十一个奉献 虽然总题是讲管家的职份 但是这四个礼拜 我们将管家的职份集中 来讨论金钱的奉献 马拉基书 先读出来的时候 我再重读一次第七第八节 万军的耶和华说 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 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 而不遵守 现在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你们却问说 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 人岂可夺取上帝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的贡物 你们却是 我们在何 你们却说 我们在什么事上 夺取你的贡物呢 就是在你们当立的十分之一 和当宪的贡物之上 大约两年前近圣诞节的时候 有一天早上我起床 就发现了我的车房门打开了 过后就不断地问 为什么会打开的呢 是自己不小心啊 但我又记得好像我已经删好了了 当然现在这个说法就是 现在的人是有办法的 不如此类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发觉 数点一下的时候 我被人家 就抢了我的贡物 包括什么呢 车房里面 就 我有个冰箱 有时 听到冰箱 不能放这么多贡物 于是就将 储存的食物 我们不是经常去买菜 放在那里 就不见了 全部都清掉了 第二 就是 这个真的很省 这么多年 人家送一些 什么海味 冬菇东西 师母就将它放在车房的冷却 全都没了 第三 就是年近这个圣诞节 其实不是年近圣诞节 是有时 圣诞节的礼物 我们就很少拆的 就是 可能都会吓死你 全部 就是很少用 很不舍得用 应该说 就放在车房里面 全部没了 我讲到这里都够了 再讲下去就 眼泪都掉了 那一辆车 有一辆车 也在车房 就被人手掠过 我不知道他手掠了什么 不过 总之 全部都没有了 并且就弄烂了一些东西 结果要花钱 去弄好一辆车 那个过后的感觉 就被人 好像打劫 搶了你的东西 好像胸口被人打了拳 其实不是一拳 是很多拳 又觉得你自己的所谓私人空间 是被人侵佔 有不干全的感觉 我们俩夫妇讲笑 那是不是要买一架枪 在那里 美国就是这样做 那个感觉 其实不是第一次 我以前的小女 有一次很不开心 就是车房的门 打开了被人 偷了他的单车 这些事情 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 不过 最近这一次 感觉是很深 很深 就是他好像 用很多时间去手掠你的东西 今天我读的圣经 其实就 你会很震惊的 上帝对他的子民说 你为什么来抢夺我的东西 在你的十一奉献 和你的贡物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说话 甚至是严峻的指控 你小心 读的旧欲圣经 你读不了 上帝的骂子民 就是扎臂子民 找到的 但是这样来说 你抢我的东西 唯一出现 就是在马拉基书 上帝为什么这么愤怒 为什么用到这么严峻的字 我们就要从三方面看 第一 究竟马拉基书的信息是什么 二 就是对着哪些人说 第三 就是在历史背景是什么 当然我们今天只能够很简单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才能够明白得到 这个所谓奉献的指控 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就讲得很清楚 谁是作者呢 马拉基这个字本来就是一个使者的意思 就是在希伯罗文叶过来 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他不是个名字 就是不是个人名 他是上帝的使者 那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他真的不是个名字的意思 就是上帝通过这个使者 上帝亲自跟那些人说话 是这样的 他跟谁说话呢 你读马拉基书就读到两组人 一组就是祭司 第二组就是上帝的子民 上帝的子民是在什么历史时空里面出现呢 就是在以色列人流亡 然后回归的时代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一般学者都同意是主前460至430年 你留意到呢 就是一路小下去的意思就是一路近耶稣基督的出世 460至430年 这个就是说当时 以色列人犯罪 就是巴比伦 就是将北国灭绝 然后劳略以色列国 然后你读到一些人物 比如好像 譚以利 是吧 于是 后来 到了若干年的时候 上帝联敏就给 以色列或者尼希米 兴起这些人来到 很辛苦 来带回这些以色列人 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 重建两样东西 一个就是那个城市 以色列耶路撒冷城市 第二就是重建圣殿 在教育圣经里面 我们通常说是所谓第二个圣殿 就是第一个已经没有了 毁灭了 这个是第二个 这样的说法就是回归之后大约五十年 这五十年的回归里面 本来是经过以色列和尼希米 很成功的改革 但是以色列人做什么呢 去到五十年之后 他们又见不到耶塞阿尼 于是 他们就开始放纵 于是 就走回去 以色列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前 那个生活状态 这个不仅是色列人 其实那个更加痛心 就是那个起点 是来自那批的祭司 可以在第一章读下去的时候 你可以读到 在哪里出现问题 就是他们对上帝的敬拳 如何出现问题 其中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他们的工作 制司的工作 这些工作出什么问题 就是 他本来是需要严谨去检查 就是一些供物的 譬如是无残制一岁二十年 这个在余节里面要求 但是结果就是崩眼、崩臂、崩脚 随便就过了 事情就不做了 这个直接损害了后来 就是预节里面去预表耶稣基督 就是没有罪的一个 上帝要以色列人所做的事情 由祭司开始崩溃、淪陷 这个的影响直接令到 所有其他的以色列人 对上帝的敬虔和爱心 是直线下降 其实我们以前读过 好几年前已经是整卷 马拉基书都读过了 在大祭节期间 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 比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自己是圣公会 母爱堂的人 值得想 我们辛辛苦苦离开加拿大圣公会 我们又不赞成这样 不赞成那样 然后 不见了我们的物业 不见了我们的 所有的财政 然后我们很辛苦 集资 然后买到这个立白堂 经过来很大很大的恩典 我们一定要问 今天 去到今天 我们会不会像马拉基时代 基斯利人 开始不去敬畏上帝 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 我们先看看很简单的 马拉基书里面 让大家再深印象一点 整个马拉基书里面 上帝对当时 是以色列国的责备 第一章 你看到一至二节 就是 耶和华说 我曾爱你们 这些却说 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你看到吗 上帝说话完之后 以色列人 不是不可以回答 不可以拆问 但是他是顶嘴 如果用中文来说 就是叫顶嘴 第二 就是一章六节七节 藐视我名的祭司 敬畏我在哪里呢 你们却说 我门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 你们将污蔑的食物 献在我的壇上 且说 我门在何事上污蔑你呢 这个是不是叫顶嘴 这个就不只是以色人 是祭司去顶嘴 我有什么做错呢 之后呢 我们就去到 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三章 你们要转向我 我就转向你们 你们却说 我门在何事转向你呢 人可 人起我奪取上帝的物呢 你们竟奪取我的物 你们却说 宣布上 就是这个的以色列人 是进入另一次 宗教的破产 所以你读两弱时期下 有四百年 顺利不再讲话 去到耶稣出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犹太教当时 是塌到什么程度了 他们将自己的上帝 来到杀害 即是耶稣基督 即他是有因的 有个历史发展的 有个原因的 因此呢 今早我想大家看一幅图画 这幅图画 你从哪里找到 就是在你的入口 如果有些 突然间是新来的 你没有留意的 我今天是要讲的 这幅图画是什么呢 就是当日 我们说 决定离开加拿大圣工会 刚才说了 原因 然后你看到这幅图画 是投票 相当多教育在 其实很多教育在 差不多齐了 是大家全体投票 做这个决定 不过 我们就做了这幅图画 在过后 在崇拜里面 你看到那幅图画 那幅图画 那幅图画里面有很多 好像图画的东西 特意是做出来的 然后每一个图画 代表一个 house group 或者是团阶 或者一些大兄姊妹 代表会众 例如Wardens 他就在那里签名 签名什么呢 是我们 立志要做一个圣洁的群体 而当时我们是讲过的 作为领袖 带动这个教会 是做十一奉献 这个稍后我会讲到 就是根尼希米做的 其实 我们跟圣经做的 我们做过这件事 因此今天 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再次 我们千万不要 报以色人的后塵 我们在上帝做过的立世 作为祭司也好 作为牧者 主教 领袖 作为教友 我们是要跟随的 好了 以上我们就看看经文里面讲什么 第一个部分就讲 怎样回归去上帝 你不可以抢劣我的东西 我们要去明白 刚才解释了一下那个背景 我们要明白整个上帝和人的关系 上帝要我们回归是什么意思呢 是你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 因为上帝本身是一个圣洁的上帝 以至上帝要求以色列人 跟德国人的教会一样 就是要在这个世界 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 要做一个见证 做什么见证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 你要给人看见上帝是一个 创造保存和救赎的上帝 上帝不是喜欢钱 所以要你受奉献 我们不是那些竹廟 就是要加香油 所以你要给香油的费用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看教会 上帝的钱 其实钱就是代表你买到这个世界的物资 所有东西其实是上帝创造 不需要你给他 他不是发展寒的上帝 他不是窮到他不拥有这个世界 事实上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同时他将这个世界 是叫我们去管理的 他交回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 给我们去做管理 做管家 不过他就要担心一件事 我将这件事交给你 你会不会是错误地 以为第一 你自己是上帝 第二 这些被管理的世界里面 所有的东西 包括sex 性 power 这个权力 和金钱 就是money 我通常说这三件事 很重要 会引诱我们去失脚 他说这些东西 会不会成为你的偶像 十教里面说得很清楚 偶像的意思就是 将这些东西放得高过上帝 即是你就做管家了 不过呢 慢慢这些东西就成为你自己的偶像 因为要拥有这些东西 我握住这些东西的时候 当我高过上帝的意思 为什么呢 我不需要再听上帝的 律法和教导 所以耶稣基督六章 21节 曼大福音 他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意思就是 他拿了一个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金钱 为什么金钱不重要呢 因为金钱可以换很多我想要的东西 为什么我要那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还要过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样东西 包括上帝 那不是成为我们的偶像 有多真的 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常常都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是读十诫的 是吧 弟兄姊妹 我们每个人都是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是一个掙扎的过程 我常常觉得 当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家里是给了我所有的东西 提供的支援的话 当然我做学生时代 不是稍后会说到的 我父母没有能力 因为他们 我们来自一个很贫穷的家庭 只能够给你有吃有住 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觉得 金钱不是最重要的 因为跟着我不够的时候 父母会给的 但当我们出去做事就不同了 日以计计 很辛苦 可能你的份工要放很多时间 你才得到你的paycheck 又或者不是了 你有成家立室了 你开始想有一些拥有的东西 想有一个dream car 我已经等了很多年 我会有好多的车 好多的车 豪华的车 或者 我要买一间大屋 或者 我要为我的家庭 打好经济的基础 我们一定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又或者我退休了 我一定要肯定我退休的生活 不会担心 虽然我不知道我有多长命 但是 我肯定要我 离世之前我去生活也好 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会有一些东西 成为我们的思考 于是 钱 会改变我们的心 可能我年轻的时候很爱主 钱不是最重要的 可能是中年改变 可能是晚年改变 我们常常要去问清楚 诚实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的那个 心是没有改变 耶稣说 你的财富在那里 你的心是在那里 然后呢 在马上会跟着 耶稣说了一句话 他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护者的就是爱那国 就是重者的轻那国 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 马门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 金钱 路加呼音是讲最多关于钱的 讲得很清楚的 是讲金钱 就是说人不可以同时 来到拥有两样东西 我们香港人 信一国两制 我不知道今天你怎么看 耶稣说 你不可能同时拥有两个主 你也不可能同时服侍两个主 当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是怎样呢 你其实就没有了上帝 那是假象 是神话 耶稣说得很清楚 是谁不可能 是谁不可能 于是 我们怎么去看这个十一奉献 我们怎么看这个 马拉基书第三章呢 就是因为 除非你有一个很清楚 的 你的认识 和接受 和你这样活 你的生命 就是你一个管家 这个新约说得非常非常清楚 其实旧日都清楚 创世纪第一章 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说人的role就是管家 于是当你在管家的时候 上帝是让他给你的一切 无论你的生命 你的财富 或者是你的智能 即是talent 都是个礼物 你可以用在你的身上 但是同时要求 都是你要用在别人的身上 在这个世界里面 特别是那些困难的人 有欠缺的人 弱势社群 我们通常叫做 上帝交了那个 你可以使用的权力 来怎么使用你有的东西 去祝福别人 在耶稣基督讲 牧人的比喻 三个牧人 一千元、两千元、五千元 那里不是在说 每一个人都要 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主人回来的时候 就要去交账 交报告 你怎样使用那一千、二千和五千 那不是属于你的 那只是给你做一个管家 去使用 而怎样的使用 是要交代的 这个不是我说的 是耶稣基督讲的 讲得很清楚 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 其实是在说什么呢 在第三章里面是在说 去跟那些祭司 和那些人说 你怎样使用我给了你的东西 这个就是马拉基的问题 也是新弱的问题 所以在他一开始的时候 在第三章的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来到说 第六节那里开始说 什么呢 就是我是那个永远不改变的上帝 我在旧弱的上帝的时候 和新弱的上帝是没有分别的 是你们搞错了我 因此他会祝福和应许 保护他的意识的人 如果你们同样 是来到去信服跟随我的时候 你们都不会损害的 即是不会perish 这个关系本来就是这样建立 我是那个创造主 我是那个施语者 你是那个使用者 你是那个我的牧人 我们彼此要有一个圣结的生命 这个关系不可以被倒转 你如果以为你自己就是那个拥有者 你对马基书里三章 你读不了入耳的 即是那些是我的 你现在抢我的东西 实际上帝就说 实际上帝就说 是谁抢谁 这个就是进入第二 我们要再进心看一看 什么叫做十一奉献 和为什么不做十一奉献 会成为抢奪上帝 首先这个十一奉献 就是在《教育圣经》里面 了解一下 研究整个教育 你就会找到一些 我举一些例子给你们看 最开始看到的 《创世纪》十四章二十字 关于阿伯拉 即是阿伯蘭 就将他见到默基西德 可能你又不知道 谁叫默基西德 是不是 那个是撒冷王 后来在新约 就称为大祭司 我说了这么多就算了 他见到的时候 他就将 阿伯拉人 把他所有的十分一 拿出来 这个十分一是第一次见到的 当然默基西德 你要知道在希伯来书 谁是新约的默基西德 就是主耶稣基督 大祭司 为我们献上 他们的生命在十字架 这个是第一次讲十一奉献 第二就是雅各 我们读过了 《创世纪》十四二十章 当雅各离家出走 要走老的时候 耶稣追杀他的时候 他不是在巴特雷 在那里做一个宪制 逢上帝做一个交易 他说什么 如果你保护我 等我可以回家 我就将十分一奉献给你 第三就是 我们讲到《律法》 那你就看两段的圣经 不是两段 你要看下去的 第一组是《律未》的二十七章 你会讲到地上所有的 就是初熟的 果子 即是你的harvesting 的十分一 上帝说是要分别为圣 是给上帝 给上帝其实是什么呢 不是上帝每天 餐餐有很多东西吃 而是上帝将这些奉献 来转进去给 就是《律未仁》 《律未仁》 《律未仁》是做什么 在《十二支派》里面上帝 我们讲过 就是挑选《律未仁》 《律未仁》 是不做任何东西的 他只是去服侍圣殿和以色列人 他是要做祭祀 以及去讲解上帝的话 等于你所说的牧师 于是这些人 他们不需要为自己去谋生 他们要全职去服侍上帝 服侍当时的人 于是《律未仁》 就是去支援 不仅是《律未仁》 而是《律未仁》 而是《律未仁》的家庭 整个民族 你可以看《文书记》十八二十四 第四 就是在到王朝的时候 以色列人的王朝的时候 其中我就选了一个皇帝很出名 就叫《希西加》 《希西加》 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就是当以色列人一路陷落的时候 他是那个曾经所谓中兴之主 为什么中兴呢? 他要将摩西的律法 重新教导这些的以色列人 要他们遵守 以至到他的国势开始转强 他就说 命令所有的以色列人 将十一的奉献入圣殿 你就看《历代之下》 三一章五至十节 第五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尼希米 尼希米他回归了 悔改了 大人全部以色列人悔改 于是在他和上帝立约的时候 我们重新要作为我们的聖纪的子民的时候 他就提到 要将地上所出产的十分一奉献给 刚才我们讲的里面 就是重新遵守这个 在《摩西影经》的时候 上帝要以色列人所立的律法 这样的时候 你可能问整个旧约传统里面 上帝是要用这个方法 来建立在以色列的群体 这个群体里面是有道德性 有圣洁性 他是彼此援助 以致是做什么呢 是来到去给这个世界人看见 上帝的拯救和纳约是什么 那是一个见证的生命 就等于今天你讲教会 上帝 这个世界的人怎么看上帝 通过教会 今天如果你说 你善言识神 你不要看我了 这个是错的 完全是错的 因为上帝呼召我们 我们就成为他的见证人 这个世界的人怎么看上帝 看你和我的生命 教会的群体的圣洁生命 社会的生命 社会的生命 你没有这些东西 当然是看不见上帝了 这个就是十一奉献里面 本来包含的圆位 于是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 我们就明白 接着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做十一奉献 就是抢夺上帝了 因为这个是要建立起这个群体 所以你不做的时候 那个圣殿的牵制 那个对贫穷 或者是弱势社群的人的支援 我们就做不到 你再想一想 就像今天加拿大政府纳税 他应该是做这件事的 提供他的服务 以及去帮那些有差的人 以前以色列人是没有政府的 那个以色列群体就是在做政府的工作 以至最后一件事 你要知道 整个过程是什么 如果我们有一个管家职份 所有的事情 包括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你的学历 你的智能 全部都是上帝给的 于是受一奉献是一个感恩的行为 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教育 Peter Pan说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常常都记住 他说 有一次我就送了一包糖给一个小孩 然后就跟那个小孩说 可不可以给我一粒吃 我们就是那个小孩的问题 就是我们会不会给一粒对方 给一粒 原来整包都是他给我的 我认为你也是这样去 来到去 所谓牧养你自己的乙女 感恩 是一个感恩的奉献 第三 那你就会说到 就是 如果我们遵守的时候 上帝就祝福我们 为什么祝福我们 他说 就是 当然 当时是农业社会 就不会蝗蟲来吃你的农草物 那些天气不会令到你耕种不到 但是如果你不遵守的时候 我就要就座 所以带来所有的灾害和困难 是你造成这个困境的 这个对比 最后一句就是说 让这个世界的人 如果你听我的教导的时候 看到你是被祝福的群体 今天如果教会可以成为 在社会里面 人家看到这里是一个受祝福 上帝能够去医治 能够帮助群体的时候 这个 那些人就会看到上帝 可能你会问 上帝的话有多真的 我作为一个见证人 我就会告诉大家 时间不够 但是我都很想告诉大家 简单单 我要知道 我要跟大家说 我学受一奉献 不是做了全道人才做的 那些人就说 你做了全道人 你叫人捐钱给你出粮 那你就 你当然是这样说 我从来都不够避忌 来讲这个题目 因为我做了全奉献 是我做学生的时代 当我在高学毕业之后 我就有第一份 所谓full time job 讲的是1978年 1982年 第一年在学校教书 第二年在政府做 我的人工平均来讲 比香港的二千元一个月 港币 即是这里加指三百元 那时候 因为我家是很穷的 我们不是有钱的人 我要学 如何把我三块一个人工 给了我家人 即是父母 然后十日份一是比赛会 剩下的就是我每个月 每日的日常使用 再可以存到的 我都存了少点的 不过真的你可以想想很少 就是我后来去外国读书 自工的费用 8081 即是我有机会去到 Western Ontario 加拿大 London的大学 他给我一年就可以拿到 honor degree 我是预备读这个城市设计的 但是上帝的呼召就不到了 所以呢 九个月之后 一写完我的feature之后 四月我就要立刻飞回香港 除了我想看下我的未婚妻 就是师母 今天 我其实立刻要做工 因为我没有钱了 我所有的积蓄 就是用了一年的大学的费用 于是我就做一个supply teacher 找到 让我找到 做了几个月之后 七月我们就结婚 然后八月就飞回来 多伦多 就开始准备九月开学 由81至84年 三年我是要自费 所以是给了我自己的学费 教会给我的支援很少 很少 一年一千元 那么 那 师母那时候 要读两个Degree 一个就是在 Ontario Philological Seminary MD 另外 因为回来香港 希望她可以在中学教书 她要取回一个First Degree 她就在York University同时 讻English Major 那结果就是我要 负责三份的学费 和常生活的器具 那我又很相信上帝是会供给的 不过这个相信后来 next two years 是令到我学了很多 自己原来信心很少的东西 是很困难很辛苦 因为到了第二年 我读神学的时候 已经没了钱 即户口是没有钱 我们已经想尽办法去省钱 我们是没有床的 我们买了一张旧的床褥 铺在地上睡 睡了三年 我们的善逝是很简单 总之吃得饱就算了 也没有钱去买书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不过那三年是很开心的 很快乐的 因为我们看到上帝如何 在神迹歧视里面 是来到供给我们 直到三年后我们是毕业 我回到香港 预备封职的时候 9月 我的袋是只有200元 加字 没了 我就要开始重新去准备一个新的人生 但我们看到上帝如何供给 于是由那一年开始 八四年封职 无论是去哪个教会 香港到澳门 和后来来到温哥华 我们也拿了一个宗旨 上帝是一个供给的上帝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从来不担心没有钱 我只是担心没有事工 而每一次我都看到上帝如何来到供给 例如跨越 开始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赤手空拳 或者我们今天讲的 AMIC 即是这个 Asian Multicultural Ministry 教区是没有钱给我的 全部都是赤手空拳 但是到今时今日 我能够在上帝面前 说一句话 我从来没见过 我出不了粮给我的staff 1986年我在澳门正晚可堂的时候 教会只有20人 大部分是学生 他还要期望我 作为这个牧师 每个月是写信给海外 和他申请奖学金 那些人才可以读书 是很穷的 那于是怎样呢 我其实在那个年代 我已经在教那些体型姊妹 年轻的特别 学生 你就要学书奉献 怎样学书奉献 你去补习 30元个月 你要书奉献给上帝博 詳情可以很多东西说的 那些人毕业 就是他出来找一份工 月薪是什么呢 1000元 浦纸 即是150元加字 你要学书奉献 当然不是个人都学 到今天 即是我有个弟兄 已经做了牧姐 他在中国15年 都是在做事的 他就奉献超过100万 是给中国的教会 是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 他就问 哎呀 那他 就是 都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为什么会有奉献的精神 和见证呢 我想他就是从圣马可那里学的 所以我想说 你今天怎样在诸学 你怎样在青年部 你怎样去做这些东西 你不知道上帝是怎样用的 上帝是一个供给教会的上帝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过 旧约是一个很有长的传统 讲十一奉献 于是你问 哎呀 在新约里面 今天 这个十一奉献 是否应该要继续遵守呢 某个程度上 我可以回答你的 是未必一定要遵守的 因为应该去到新约了 不过你知不知道 新约是说什么 耶稣是说100%的同意 所以他对那个寡妇 两个童前 是所有的词来称赞他 然后那个年轻的官 耶稣说 你要卖所有的流 跟从我 你的所有东西 其实是属于上帝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 第一节那里说 你要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着 什么身体献上 那个body 这个身体的词 是你所有东西 不是你的身体 就是肉体 那个body 代表了所有的东西 你要献上 就是属于上帝 是一个敬拜 是宪制的 所以新约是说100% 真的 Oh my goodness 有一次在教省主教院开会 大家在谈 我们作为主教 我们如何做奉献 我们是不是在做11奉献 我记得有三五个 七八个主教逐个说 他说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做11奉献的 我们是做12或者13奉献 11奉献是一个开始 我是很受感动的 我自己也是在做这种事 我们有能力的 有感恩的心的 我们就奉献 但是奉献的时候 你看到上帝祝福我们 我明天开不了餐吃饭吗 我家人的小孩 读不到大学吗 我看不到 我只见到 上帝会打开他的窗 圣经说 他自己说 我会倾福我的祝福 你也接不住 求主是恩待我们 因为我有一个 这么爱我们 祝福我们的上帝 阿们